蛇是中国四大占星家神秘的星座,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忠贞、忠实、机智和聪明的性格。 一生鼠蛇的人充满着迷人性格和人格的魅力。 他们乐观坚定,有冷静的头脑,敢于替别人承担责任,为他人做出贡献。 鼠蛇的人大多聪明伶俐,能够迅速理解和分析事物,对社会现象极其发展有敏锐的触觉。 他们可以熟练掌握新技术,很容易使用新工具。 在工作中,他们有非常好的逻辑思维能力,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并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。 一生鼠蛇的人有巧妙的机敏手腕,能够小心翼翼地完成复杂的工作。 一般人望而却步,他们却能把有把无做的有结果。 尽管他们不喜欢主动,但他们无论是在艺术、商业还是科学上都有着优异的表现,因而拥有强大的竞争能力。 一生鼠蛇的人有自尊心,很重视他人的看法,但不太愿意接受他们自己所不认同的看法。 他们有时会表现得非常挑剔,而且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,总是朝着完美的路线努力,虽然可能会因此担忧或担心,但也有可能达成理的目标。 一生鼠蛇的人有时会变得太复杂,有点苛刻,而且做出的决定总是会让自己和他人失望,因此一些人会说他们有点复杂,受到外界影响太多。 不过,他们也有很好的一面,就是他们可以在事情开始时就细致考虑,预料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,以至于不会太多的沮丧和失望,从而改变命运。 一生鼠蛇的人,未来也会充满激情,因为他们有无穷的创造力,乐于接受新的事物,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寻求到更大的成功和幸福,坚持自己的信念,忠实地完成自己的梦想,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前途,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,有道是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鸟之将死,其名也哀。 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,哪怕再怎么险恶的人,也会说出真心话。 鸟儿即将死去,它们的叫声也显得特别悲哀。 生前的时候虚伪复杂,为什么走到尽头之时,人与动物都会变得真实起来呢? 因为它们再也不用受到世俗的束缚了。 就拿普通人来说,身处于世道当中就肯定不能表现得太真实,不然会被人针对。 一旦油尽灯枯了,外界的一切再也无法影响到它们了,那它们表现得真实也正常。 老人在离开红尘之前,都会跟身边的子女说些心底话。 这些心底话,百分之一百都是真的。 没有哪个人,还会把谎言,带入到棺材当中。 父母即将告别红尘,多半会吩咐子女这些事,子女最好要听从。 一,吩咐子女处理自己的后事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子孙后代处理先人后事的时候,真的遵循了先人的意愿吗? 多半没有。 比如,老人希望自己去世后一切从简,不要搞那么多仪式。 但是,孩子却大搞丧礼,大摆宴席,一群人斥得津津有味。 这,便是一种讽刺。 对于先人的后事意愿,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,还是要遵循比较好。 连他们最后的意愿,我们都无法帮其实现,这才是最大的不孝和悲哀。 有一户人家的父亲去世了,他在临走前就跟孩子说,希望他们可以将自己的骨灰埋在家乡的山上,没必要立墓碑什么的。 后来,孩子照做了。 身边的亲戚很不解,如此简单地处理你父亲的后事,不觉得太寒酸了吗? 孩子是这么解释的,父亲生前有什么意愿,我们做孩子的,遵循就好,算是尽最后的孝心了。 普通人,最好不要违背先人的意愿。 有些事做得不对,会让人不幸一辈子。 二,吩咐孩子要做个善良且有德的人。 历史记载,汉昭列帝刘备临终前,对儿子刘善说了这么一番话, 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 为贤为德,能服于人。 辱父得薄,勿孝之。 不要觉得恶事太小,就去做。 也不要觉得善事太小,就不做。 唯有贤良有德,才能让人敬佩。 你的父亲我才得浅薄,你就不要效仿了。 对于这番话,后世之人一直在讨论一代枭雄的刘备, 为什么在临终之前,要劝孩子做一个善良且有德性的人呢? 荣马一生的刘备知道,什么钱财名利,什么权势地位, 在人临终的时候,统统都是浮云。 唯有那人性当中的善良和德性,才算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慰藉。 父母希望孩子善良,而没有希望孩子大富大贵, 是因为他们用一生的精力去验证了一个事实, 做人善良且有德,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,让人心安一辈子。 所以说,后代之人不妨积德行善,尽德修业。 我想,这就是父母最大的期盼了。 三,跟孩子谈及故乡之事。 无论漂泊何方,就算是无根的扶贫,也想回到刚出生的地方。 因为他们知道,从哪来,回哪去,这都是自然的规律。 从故乡而来,自然就想回到故乡。 哪怕故乡再贫穷,也阻挡不了人们归乡的脚步。 家在哪,人之归宿就在哪。 有一位老华侨,临走的前一年,就回到老家生活。 他吩咐孩子,自己回家一趟,就不回来了。 准备在老家养老,死后葬在老家。 孩子不解,父亲的身体如此健康,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呢? 一年后,他的父亲就在老家的老房子当中安详地离开了。 年轻的时候,也许人们都想逃离故乡。 等到了晚年,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改变, 不再重视所谓的钱财名利, 那他们就肯定希望回到故乡。 所谓夜落归根,就是这个道理。 人,就跟树一般,根在哪,宿命就在哪。 四,会吩咐财产分配之事。 老人辛苦一辈子,赚了一定的资产和钱财,到底是为了什么呢? 既为了自己的晚年,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好。 所谓父母赚钱孩子花,就是这个道理。 不管孩子有没有本事,父母的钱,始终是要留给孩子的。 孩子有本事,那父母的钱财,就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 孩子没有本事,父母的钱财,就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,让他们可以活得轻松一点。 谈到这里,想起网络上的一个问题,那些有钱人都如此有钱了,为什么还想赚更多的钱,真的有意义吗? 对于个人来说,钱财再多,只要不去冒险,基本是花不光的。 而对于家族来说,资产再多,也是不够用的。 所以,妇人就会为了后几代人着想,赚取更多的钱财。 所谓父母之爱子,为之即深远。 老人对于后人的财产分配,也许就是他们对于孩子最后的助力和帮扶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